那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看到很多很多的地址 有的可能他写阿拉伯数字的一段 那有的呢他可能会写那个中文字 这也是阿拉伯数字 有没有可能用到什么 全形的一 反正不管怎么样 因为等一下呢 我们必须要先去做一个段的转换 为什么要去做段的转换 段的转换是因为 我等一下会想办法裁切出来316号 所以呢我们就先 你看这边一段嘛 有看到他就写这个一段 所以代表这个段前面那个值 他不统一 我们现在要先把那个阿拉伯数字的一段的一 改成中文字的一段 那个一 怎么做呢 首先开发人员以相对位置录制 然后录制聚集 这叫什么 断转换 然后接下来还是一样 现用的这个活页簿确定 接下来呢 是不是常用底下 寻找里面的取代 选什么 例如说 一段 取代为一段 全部取代 确定 记住哦 这样子的话是一致性 就是把所有的资料都整理变成一致性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整理 关闭 然后接下来开发人员停止录制 接下来呢 一样的做法了 这个段转换 编辑 这是一段的修改 一段 变成一段 复制 然后接下来呢 二段 改成 二段 可以吗 一致类推 继续我做三段 变成三段 请做到七段 正规的地址要做到十段哦 正规的地址要做到十段哦 不要小看这个方法 只要是您能够做出来 从原本可能这件事情要花五分钟 现在变成一秒钟 这算不算是工作效率的提升 你们不理我 就只要自问自答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看连检查都不用再检查了 这也就是自动化的好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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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费力的东西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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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最後做完 當然就必須要去執行看看囉 執行的話其實我們可以叫出另外一個檔案 來去執行 開發人員 聚集 然後去做這個 段轉換執行 你看這邊的阿拉伯數字一段 它就變成中文字大寫的一段 六段 二段 轉就可以把它關掉了 代表說我們要成功的完成這個段的轉換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